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1月22号或23号 控辩双方将结案陈词 11月11号 表罪裁决后会出现两种情况 纳吉表面的罪名成立的话 就是进入的抗辩的程序 抗辩定在12月3号至19号之间进行 如果表罪不成立 法庭将释放纳吉 今天的审讯继续由控方最后一名证人 也就是反贪会的查案官罗斯黎共证 证人透露 由于SRC案属于特殊案件 因此该调查报告越过副检察司 直接交到时任总检察长丹斯里·阿邦迪的首理 阿邦迪当年曾宣布 纳吉在SRC案清白无罪 罗斯里也提到阿拉伯王子送给纳吉的 26亿捐款属于一马公司案与SRC无关 证人重申 已故检控官凯文·莫莱斯 没有参与SRC和一马公司案件的调查工作 凯文在205年9月4号失踪 9月14号正式遇害 尸体被发现藏在住满的杨辉的油桶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